加班农度 混互奸是四川繁華武藝 四川的很多名牌以及泉種的榮蛇 最后形成了 今天我们看到游美气 他主要讲的是 亲身转打 特点都是划一分 战一腰 打一骚 讲究了动作灵活 都变 一气合成 我叫李福奎 是四川省武术二线的主教练 我习武有23年了 1997年开始习武 2000年来的四川 进入四川专业队 到2017年退队 成为四川省青少年队主教练 俄美拳我练了有六年 19年的时候参加了 世界传统武术级苗菜 拿了金牌 往手 瞬间一个阁挡 腰和手的有用法 而且步法转变 光靠手上这个力点是拔不出来的 木耳肘 手贴的耳 从下往上 贴上往摸去 快速的一个割挡动作 接着就翻击 贯拳反抓手 来的拳缠住以后 一个下踩腿 攻击膝盖以下的位置 让对方的腿法 吃起重心的一个点位 我们现在有三种腿法 一个是踩腿 边腿 还有个船腿 攻击对方下盘的动作 主要是让对方失控 瞬间再接击打 下按掌 前面有一个带腰的过程 瞬间压掌 步伐和腰 手臂和快速都是合成一致的 连换一切而成 批挂掌 这个掌的话也像一把刀似的 我们现在讲究的直打当先 这个距离感就比较长一点 它从上向下的这个 有一个歹逼的过程 主要袭击对方的头部位置 奥部左右引 接近一些勤拿的这个招法 抓住对方手臂 一个有个下拽的一个过程 主要是把对方的重心 拉偏 失控 再进行一个反击打 盘肘罐权 发力主要是从脚和腰 一个回腰一个动作 主要打在对方的这个颈部这一块 下面动作这个调肘 步法有一个根部 主要是快速贴近对方的目标 肘肩往上一个挑击的过程 接着是一个跪步下杂肘 这是两个动作联起的 当时刚练的时候的话 就是有一些身法跟不上 有步法没办法协调一致 力点也打不出来 有时候我就去找老师请教一下 练习上面的话 让他再帮我扣一下动作 小二师 好 每一个步法的去扣 每一个拳法击打的位置 把我一些柔晃反复的一个练习 是个冠拳 冠拳的时候不要打停 在这儿的时候 他时间 是冠 一边要练拳 练武 练弓 还应该修炼自己的心系 进入一下新闻 然后一定要注意呼吸 练武术的呼吸 步法练习 主要平时要带上沙袋 跑步主要是增加这个腿部的一个力量 还有一个步法的敏捷度 在你取握萨袋以后呢 步法就更加快据灵魂 这个步法的话 它有很多变法 前进和后退 还有左右移动的这个练习方法 步法不稳定的话 全就是虚的 要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练习过程 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腰腹练习呢 我主要是借助那个钢灵片左右的一个循环练习 反复扭腰的一个过程 增强腰部力量以及腰部的灵活性 借助健身房东的器材 增加我的肩部力量 以及前手臂力量 从脚跟到腰部到上肢 这是一个协调练习的过程 速度要快 脚尖打直 膝关节不要弯曲 一二三 孩子们很听话 年龄段都在13岁到16岁之间 他们练习呢 主要是基本功腿法一些步行 我们现在这个是半封闭式的训练管理 平时基本上不回家 因为今年再加上这个疫情情况呢 他们基本上都在校园里面 平时要注意保暖 只有的话 保暖的话 腰伤缓了也快一点 这是洗澡时多冲一冲 加强的热服 平时对他们这个身体肯定有关系 有时候我也有看他们吃饭 有些小孩的话不喜欢吃肉 有些不喜欢吃鸡蛋的 我们这个训练平时的话强度还是很大 如果说他不吃这些高蛋白的东西 体能就跟不上 怎么啦 想家啦 你妈妈过几天就来看你了 是不是 男子汗要坚强的嘛 对不对 流血流汗不流泪 就是了那你就不能哭了 对不对 五叔他给我带来了很多 不光是要求的话 一个身法或者一个步法或者一个架子 不是说一天就能出宫了 一年两年他就能达到一定水平 他要靠一定的时间去积累 去练习 他是一个不断的一个练习过程 一直是习武要求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去进步 现在工作当中也是对我自己的也是这样要求的 别想的话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好 你轻一点 腿不能弯 弯了就不算了啊 坚持住啊 因为武术现在也是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手抬起来 我还是想希望把这个武术能传承给我的学生 能让我的学生能在今后的武术生涯里能走得更高更远 好 韩庆 走 传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